崩坏心穷铁道的编剧绝对有心理创伤 这个游戏的剧情有很多分支选项 不同的选项会触发不同的后续剧情 我就想着测试服的时候选一些谢选项 正式服的时候再选正经的选项 结果这些谢选项居然狠狠地把我刀了 剧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字迹角色叫克拉拉 他和他的机器人伙伴施瓦罗 一直生活在一颗星球的地底 维护着机械俱乐的和平与安宁 当时有一天克拉拉发现 总有人来机械聚落偷零件 于是他和主角一起去调查这件事 结果这个偷零件的人其实是个小机器人 机器人在长久的时间中演算出了情感模块 他偷零件是为了修复城区 希望人们能够回到那片城区 虽然机器人是好心 但他的情感模块很不稳定 如果失控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所以斯瓦罗奸一将这个机器人的核心存储合式化 但这也意味着机器人的情感模块也会一同消失 克拉拉觉得这么好的机器人不应该获得这样的结局 他给机器人命名为帕斯卡 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让帕斯卡恢复正常 这会让克拉拉付出大量的心血 而且帕斯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控 对克拉拉而言也会是一种危险 于是狠谢的选项就出现了 我们可以顺从克拉拉的心意将帕斯卡保留下来 当然也可以无情的选择把帕斯卡格式化 我选的自然是格式化 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对白 谢谢 谢谢 克拉拉 哥哥 帕斯卡 很开心 完成 任务 还是先暂时离开吧 啊 这也太离谱了 这谁顶得住呀 我现在就是罪恶感爆棚 最重要的是完成这个任务 克拉拉还会给我们发短信 短信的内容就是问我们帕斯卡到底是人类还是机器人 这里的选项依然很歇 那就是告知克拉拉 帕斯卡就是机器人 反复强调帕斯卡和人类是不同的 如果这个游戏有好感度系统 克拉拉对我的好感度可能已经成复数了 然而克拉拉还是对我们说了谢谢 甚至还发了可爱的言文字 我这是做了什么呀 当然即使我们选择了格式化帕斯卡 第二天也会发现 帕斯卡依然存在于基地网络中 但这个过程真的很让人揪心 写出这些选项的编剧 你的身心还好吗